短線來說其實彈是會的 但是你去買相的時候 你要自己轉身轉得很快 相反地在我們的角度上 彈不是有得去彈 就是說策略上面都是主張 其他建議逢高減次為主 短線如果你之前沒有走 就要後一點位置斷走了 但是你看看你真的在什麼位置買 問題就是美股走了整十三 即是2010年走到2009年開始 海嘯校走了這麼長的偶市 當然說在2009年入市開到現在 是一個不是很普通的狀況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炒了五六年美股 那你現在說跌下來沒有什麼 我們經常都說 今年你覺得美股很大的問題 一定是你去年年未入市的人才會這樣想 相反地理高分前買美股 都現在還有很多的升幅在那裡 沒有什麼可怕的 所以你覺得問題就是短線 會不會在資產配置上面 究竟面對著現在宏觀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市場其實是在想 你分析美股 即是在猜測經濟是不是真的陷入一個長遠性的衰退 短線第一季衰退我們看到 美國的GDP負增長 但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些很多一次性的因素在裡面 但問題是這些一次性的因素 後來會不會變成一個結構持續性 即是好像去年通脹的話題一樣 一開始大家猜一次性 開始慢慢有些結構性問題出來 猜就是這樣 但是這一刻看美國的經濟狀況 或者環球經濟狀況 是不是真的陷入一個很長遠的衰退格局 我覺得那個機會率 即是50-50這樣算 即它又不是50-50的 即如果你這樣算 不陷入衰退的機會率 現在仍然是比較大 所以美股這些位置便少做少錯 即我們不會主張突然看到很樂觀 但是要不要這些水平沽它 或者看到很淡 不是短線有機會夾的 但是夾完又可能會散 所以未來美股如果 即是做一些投機部署 就讓它反彈到某個程度 然後市場開始又開始不擔心 通脹的問題 又炒一些科技股上去 到時候又再沽一陣 因為說這些問題 一天的褲蛾局勢未改變 一天都是沒熱沒了的 但是這些位置出手就是擔心 突然間有些好消息出來 可以夾得很狠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美股上面的趨勢是向下的 但如果你看到目光視野很短 說的是可能一個星期 至三星期左右的時間 跌了那麼多 三月底開始跌了那麼多 很多都累積跌幅 20多個百分比 過股30多百分比 40多百分比都有 彈一彈很合理 其實我覺得如果這一刻 你去做對沖 或者做 我們經常都建議 安住你建議做對沖 你這一刻 就算沽的指數 都未必能夠完美地對沖 因為指數已經跌了很多 但是問題是 你可以考慮買一些VIX指數 現在美國 我們唯一說 我們正在經歷一些恐慌性炮售 我們不是預期 一定要有些恐慌性炮售出來 但是現在說 起碼環球市場是人心惶惶 如果你說有些不愉快事件出來 我們經常都說 黑天鵝就是你猜不到的 你不要去猜黑天鵝 如果有些不愉快事件出來的時候 你買了VIX指數做對沖 起碼就先買個保險 所以這一刻 美股上面 真的比較難搞 因為過股也好 或者指數也好 的確是累積了很多跌幅 但是其實 深水清是說 只不過是將過去幾年的升幅 征服回上來 暫時來說 環球股市 特別在美股上面 是比較難搞的